日前花蓮市发生一起建设公司招二下闯入 负责人被殴打的事件 而林姓负责人21号出面澄清说 当初所谓的债务是对方和自己表哥的债务 他只是出面来协调而已 无奈公亲变事主 而为了公司的和谐经营 他希望这个事件就此打住 他也不打算提告追究了 18号凌晨 多名男子突然闯入了这一间建设公司 一进门就狂闸殴打单独在公司的林姓负责人 不过事发前不久 带头男子的父亲曾经前往这个地方 追讨四年多前一笔12万元的债务 21号建设公司负责人林建业 他出面曾经表示 当初的所谓债务 其实是带头男子父亲和王姓表哥的债务 他出面协调 并不是他欠钱耍赖 人家一条12万啦 不过不是我欠的啦 是他哥哥欠的啦 他的钱也是他哥拿走了啦 他哥叫我出来讲 叫我出来跟他弟讲 我也出来跟他弟讲 来没关系 如果他弟要对我的话 我会OK 不过那一天他打给我口气不好 他问我这样 我也说我一个人在公司 我们打开欢迎他一个人在公司 来他就酒醉了 我说来 洪哥你酒醉了 我们明天再说 我们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你酒醉了我们明天再说 好 爬走的 爬你朋友把他与我走 不用说了 这样 就是那个对讲机嘛 那当时带的吗 遗留下来的 遗留下来的嘛 对不对 两台车 他们一走两台车的人就下来啦 我没有什么当下还跟他讲说 我要再跟他要 再跟他借钱啦 没有这件事啦 怎么可能啦 所以当时这条钱其实是他的 表哥啦 他表哥啦 表哥拿的啦 因为他不要拿去 他不要不跟他面对他兄弟 叫我出来 去出面 把他兄弟按摩 来 我们按摩也OK 对于媒体报道 以前他所犯过的事 还称他是地方脚头 林建业无奈表示 以前所犯的过错 他已经受到制裁 也服刑欺瞒 现在只想好好的努力工作 而为了公司和谐经营 希望这次事件能够就此打住 也不打算提告追究 大华人新闻总和报道